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这就因为我家里是农村的 后来这男友的爸妈就有点看不起我们 也是有些嫌弃我家 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不过想想 这也是和男友结婚 继而婚后也是可以单独的出去住 我就没有放在心上 之后我和男友就订婚了 这订婚的时候 我家里也没有要多少的彩礼 那边给的也是不多 我们那边结婚 一般都是6万左右 我男友家里也是只给了6万 我心里就是有点不舒服 这男友爸妈是那么看不起我们家 这最后竟然也是那么的抠门 订婚以后 剩下的就是等着结婚了 可是我哪里想到的 这后来我去他们家里吃饭的时候 期间我去了一趟厕所 回来无意间就听到了准婆婆和准姑姐的对话 我哪里想到的 这准婆婆竟说 早就儿和我男友商量好了 等我结婚嫁过去以后 就让我和娘家断掉关系 这家里不可能有农村的亲家 还说什么 我们结婚后 就不会让我再回去了 大不了到时候再给我家里几个钱 我这整个人都猛了 也是气得我后来直接就取消了婚礼 彩礼 我也是给退了回去 这就算是不嫁到那么一个家里去 我也不可能和自己爸妈断关系的 你们说 这哪里有这种人呀 我一天的父亲愛是我 这什么哎 你OK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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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